上节课呢 我们说到怎么去配置我们的一个云开发环境 那么这节课我们来看一下web控制台 我们怎么去操作 这是上节课的一个工程 我们在我们的cloud functions上面右击 这里有一个打开uni cloud的web控制台 我们点击一下 然后访问我们的一个控制台 当前呢看到的一个服务空间列表 可以看到我们一个所有的服务空间 然后可以看到有一个space id 然后会有一个cloud security 然后我们的一个服务商 还有一个服务空间的状态 然后是我们的一个操作按钮 不看其他的 看我们上节课新创建的一个服务空间 最下面这一个 然后我们点击详情 现在就进入我们当前的一个服务空间 然后看到一个云函数 云函数有一个login 这是我们上节课上传并部署的一个云函数 然后我们在后面可以去操作删除云函数 所有上传的云函数都会在这里去显示 我们来试一下 然后回到我们的工程呢 在这里去创建一个云函数 新建云函数 我们叫get list 然后我们创建 创建完成之后呢 内容我们先不需要去管 直接在这里 右击上传部署 可以看到下面的控制台呢 就有一个进度 然后上传完成 再回到我们的控制台 我们刷新一下 现在呢 就能看到我们上传后的一个云函数 然后我们来看第二个 云数据库 云数据库呢 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的客户端 直接去操作 就是在我们的云函数里 直接去操作我们的数据库 对我们的数据进行一个增上感查 对应的呢 我们的数据库就会去增加 一些数据表和一些记录 同时呢 我们可以直接在控制台 手动的去添加一些数据表 一些记录 比如说我们现在创建一个表 是我们的user 创建我们的一个用户信息的一个表 我们点击完成之后 可以看到有一个数据表 下面有一个user 然后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一个删除 同时呢 右侧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数据 然后和一个所以 所以呢 目前我们先不去关注 我们只看数据这里 我们可以去给它添加一条记录 我们在这里呢 直接去写我们的一个接生代码 比如说添加一个name 的name叫什么呢 name我们叫里名 注意啊 这里我们需要输入一个标准的接生代码 我们的所有的字段和值呢 全部需要用双引号去引起来 如果我们使用其他的话 比如说使用单引号 它这是一个错误的接生格式 就会给我们有一个报错 所以我们需要使用一个双引号 然后点击确定 这样的话就会给我们添加一个新的记录 我们web控制台的一个云数据库呢 一般很少去手动去操作 除非我们需要去改一些已经生成好的一些记录 我们可以去对它进行一个修改 一般情况下 所有的数据库的增上凯查呢 我们应该是通过我们的客户端 云环树里面去进行一个操作的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云数据库 然后看我们的一个云存储 云存储呢 可以放一些我们项目需要的一些图片呀 视频呀 音频呀等等 我们可以直接点击上传 然后我们去选择我们的一个文件 比如说我们点击一个GIF的一个动图 然后我们点击打开 打开之后呢 就会自动的进行一个上传 上传成功 我们就可以在这里去看到我们的一个图片 或者一个视频音频之类的 然后呢 可以使用我们的下载地址 我们直接在这里去把我们的地址复制下来 之后我们可以直接在我们的项目里面 去引用我们的这一个图片如镜 把它放在这里 我们保存一下 然后把我们的项目跑起来 跑到我们的Croom里面看一下 然后检查 可以看到呢 我们的图片可以正常的在我们的项目中去运行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云存储 或者呢 直接可以在我们的项目里面 使用UniCloud的一个方法 叫什么呢 Upload Fill 我们直接在这里可以对文件去进行一个上传 上传到我们的web控制台里面 或者我们直接使用API呢 对文件进行一个删除 都是可以的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云存储 然后我们来看最后一个 一个H5域名配置 它是做什么的呢 它上面有一个提示 因为浏览器跨域问题呢 发行H5站点时 需要在这里呢 去配置一个安全域名 允许该域名跨域访问云函数服务器 就是说呢 我们H5域名配置呢 是为了解决我们在H5运行呢 或者发行的一个跨域的问题 那么我们具体来看一下 首先在我们的代码里呢 我们先去执行一个云函数 比如说叫UniCloud Dir Call Function 大家可以先不用去管我们这个API 具体的一个用法 这里呢 只是去演示我们的一个跨域的问题 这是一个去调用我们云函数的一个方法 我们写一个name 去调用我们的login 我们调用完之后呢 会有一个success 一个回调 回调里呢 会给我们返回一个成功的一个内容 我们把它打印出来 在这里呢 我们给它加一个提示 调用成功 然后回到我们的项目中 让我们看一下 云函数呢 现在就已经调用成功了 现在是没有跨域问题的 那怎么才算是跨域问题呢 比如说当天我们的Logohost 其实是已经跨域了 不过Logohost呢 是在我们的UniApp中 或者是在我们的Web控制台中 已经去给我们处理好 它的一个Logohost的一个跨域的问题 所以我们看一下 我们的一个IP访问 比如说我们要去访问 下面Network啊 给我们生成的这个IP的地址 我们在这里去输入一下 我们进行访问 可以看到现在呢 我们的IP 要去访问我们的一个 云函数服务器 那不在一个域内啊 肯定是要去跨域的呀 那么我们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们需要在我们的域名配置这里呢 新增一个域名 需要提醒我们的一个IP 和我们的一个端口就可以 那其他的域名呢 也是类似的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 ABC ABC.ABC的一个子域名 我们可以直接在这里 这样写就可以 这是没有问题的 那现在只去配置我们的IP 我们填好了之后 点击新增 现在呢 就正常的去配置了 我们的一个域名在这里了 回到我们的项目里 然后我们刷新一下代码 看一下 云函数调用成功 说明我们的跨域问题已经解决了 这就是我们 H5域名配置的一个作用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在web控制台呢 只有这四项 那么我们的云函数具体操作呢 还有我们的云数据库 具体的一个操作呢 我们会在后面的两写课内 会跟大家去讲解一个使用方式 那么这就是我们一个 UniCloud web控制台的所有功能了 我们在数据库下的一篇